我覺得以前傳統大家都會把所謂的年紀到五十 這個數字變得很敏感 好像它變得好像是一種分水嶺 是否年老這件事情其實跟年紀沒有關係 它跟心態有關係 在跟人家介紹我自己的時候 我喜歡說我是一個非典型的人類 因為我喜歡嘗試很多跨界的事情 所以我下一個階段會做什麼事情 連我自己都沒辦法預想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一件事情在吸引著我 去探索我的每一個未來 這樣子其實你就沒有機會變老 你來到了你以前所以為的那個老年 其實你感受到了美好的那一部分 你的生活 你所面對到的許許多多的事情 你可以用更多的自在跟這個緩慢的節奏來去面對它 那這種能力其實是在你以前是不會有的 人生的每一個切片都可以是燦爛的 對然後即便是那個切片裡面 其實你渴望的是一片寧靜 我覺得那個寧靜裡面的 會跑出一種燦爛的價值出來 進夢想50後的精彩 要是紅色的 這就是小紅色的 是紅色的 是紅色的